于是我不再计较这恶劣的睡眠条件 平心静气心如止水 不知不觉的就进入了梦乡 在梦里我一直处在老乞丐层次分明的憨声中 不知不觉的就睡到了第二天早上 我一觉醒来就听到四周都是嘈杂的声音 售票窗口前呢已经排了老长的队了 我们急忙爬起来排队 老乞丐对我说呀 这才是你人生开始的第一步 前途漫漫 这点苦根本就不是苦 你一定要记住了 我点了点头 把老乞丐的话记在心里 我们坐上开往省城大巴上的时候 老乞丐时常回头望向继承的方向 我见他眼神惆怅 不知道是喜是悲 仿佛满怀心事 我知道 他担心跟省城大人物 沈昭明的一战 他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有信心 可是 我们身为阳门子弟 为了我阳门声誉 就算付出性命 也在所不惜 我们必须用我们阳门奇数 拿回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 老乞丐突然对我说 孩子啊 你虽是阳门嫡系 却丝毫不通 我阳门风水数数 这余礼不合 我知道 你师父是位奇人 你又学了四大风水大派的赖世青巫术 也算 生怀绝技了 可是阳家人 就得学阳家的东西 我现在就传你阳世风水 你学 还是不学 老乞丐这话 就问的奇怪了 我是阳门子弟 怎么能不学我阳门风水奇数呢 虽说 我早有师父李半仙在前 李半仙又没规定我 只能拜一个师父 多个师父多条路的道理 我还是懂的 更何况 我这些师父 个个这么厉害 先不说我能学的怎样 光出去报个名号 就是威风八面 所以 我一定要学 老乞丐听我答应 非常欣慰 说道 你本是天雷地火 齐命孕育出来的拐胎 是风水龙器 养出来的东西 天生就是吃风水 这碗饭的人 只要你惊言 我阳门树树 又有赖世 清无其绪为辅 定可以做出一番事业 我被老乡与 我被老乡与夸 夸得飘飘然 再一想 目前自己的实力 就有些为难了 想我对风水 猜入门 我阳门 奇数 更是一窍不通 要说距离 做出一番事业的目标 可是差得太远了 老乡丐道 此去找姓沈的寻仇 一路无比凶险 我就把 阳门风水庙书的经药 传说给你 这些数数 比不上阳公亲住的 青囊鬼经那么玄妙 却也是脱胎于青囊鬼经 只要你多多练习 一定会对你大有弊异 我听得很紧张啊 老乞丐就连说带讲解 把阳门不外传的风水术 遗龙经 汉龙经 胎腹经 望龙经 等等 都传授了给我 一路上几个小时的车程 就在老乞丐嘀咕咕的 低声传译中过去了 老乞丐说的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就到站了 我读书的记性不行 对这些尖色难懂的 风水术术口诀 却能过目不忘 老乞丐传我的这些密集口诀 要点我都一一记在心里 而且因为有 赖世秋树的基础 我理解起来 非常快 有些问题 不用老乞丐教 我也就能明白 其中的意思 老乞丐见我这么有出息 叹气道 老头子我果然没看错人 你对风水术术的误性 非比寻常 我心胜味啊 我们出了车站 老乞丐就领着我 穿大街走小巷 来到沿江一带的老街道附近 这条街道吧 位置偏僻 人流很少 我不明白他想做什么 老乞丐走到一处老屋挫杂的地方 吹了三声口哨 两长一短 过了一会儿啊 街道拐角处 就闪出一个身材瘦小 豆芽似的孩子 大概十三四岁 那小孩也穿得脏兮兮的 是个小乞丐 他看了我们一眼 也不说话 就扭头往里面走 我心里大气啊 想都什么年代了 难道还要做丐帮不成 小乞丐领着我们穿过两条老街 在一栋破破烂烂的像仓库一样的房子面前停了下来 他又小心翼翼的连敲了几下卷帘门 敲门方式也像老乞丐的口哨一样 有长有短 卷帘门就开了一个小口子 小孩子朝我们招着手 我们鱼罐钻了进去 卷帘门又放了下来 我就看到里面呢 果然是个大仓库 还亮着功率不高的灯光 灯下 围坐着四个乞丐 正在打扑克 他们一见到老乞丐 顿时就爬起来 对老乞丐鞠躬 叫老乞丐养长老 我心想 原来老乞丐还是个长老 看来在该帮里辈分还不小呢 老乞丐介绍我是他徒弟 众人都过来跟我打招呼 一个瘸子叫铁拐李 一个驼背的叫老乌龟 那个小孩就叫小豆芽 还有两个稍微正常一点的中年人 个子高的叫李达 个子矮的姓邓 叫邓鸿昌 样子非常猥琐 看着十分惹人讨厌 我们围坐在一起 老乞丐就对这帮乞丐下命 让他们分成几路出去找姓沈的下落 姓沈的一贯心事神秘 据说呀 他狡兔三窟 从来没有固定的落脚地方 老乞丐根据他的经验 又描述了姓沈的特征 把注意事项一一都说清楚了 这五个人就都出去了 老乞丐在仓库里找了些吃的 我们吃过午饭 他便继续闯我阳门风水叔叔 我发现了 这老乞丐真是风水奇人 以前我自己领悟的叔叔 很多地方想不通的 经老乞丐稍一点拨 便彻底通透了 我本以为非十年二十年 都无法领悟出来的东西 老乞丐为我掩饰一遍 我也就有了自己的心得 稍加揣测 就觉得豁然开朗 一路通透到底 这么一天功夫 我在风水叔叔上的进步 比过去几个月进步的还要大 老乞丐还特意指点 我在赖势风水上的造诣 让我对青巫术的理解 又精进不少 小豆牙他们五个人 找了整整三天 才找到老沈的住处 据说是在城郊一栋 特别大的房子里 那房子有围墙 有保镖 还从各个角度 安装了摄像头 安保级别非常的高 以我们目前的条件 要闯进去非常难 这天晚上 我和老乞丐又带上小豆牙和李达 有李达开面包车 在我们去了城郊的一座别墅区 那别墅区啊 位于一座大湖边上 附近都是学校和工厂 别墅区有独栋 有连排的 每个院子都显得异常神秘 我们趁着夜色翻墙进去 因为小区门口的保安 有四个之多 再加上红外线摄像头无数 进门要刷门禁卡 我们呢肯定进不去 小豆牙是个非常机灵的小孩 他头脑灵活 少年老成 做事非常靠谱 我们便让他来探路 就算被保安抓住了 他们呢 也不会为难一个孩子 我们进了别墅区后 就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这些别墅啊 每一栋外观都差不多 而且每家每户都装了监控摄像头 也都有自己请的保镖 这就让我们无法判断 哪一家才是真正的省着别墅了 我们把百来栋别墅都检查了一番 发现呢至少有五十个可疑对象 走到靠近湖边的那栋老别墅的时候 老乞丐说 就是这家 没错了 我和小豆牙都非常不一 问他 你怎么知道是这家 老乞丐说 老沈痴迷风水术 他做事非常谨慎 而且理智 却唯独有个问题 他不管住哪儿 都要选风水最好的地方 所以根据房子风水判断 就一定能找到他住哪儿 我可真被老乞丐给震惊到了 这老头的脑子可真不是一般的好事 小豆牙在边上嘀咕道 这老沈这么怪 是不是处女座的 老乞丐敲了他一下 小豆牙急忙闭嘴 我见这栋别墅 坐北朝南 前庭后水四周通透 最重要的还是 别墅的门窗 都有被改动过的痕迹 而且这些改动都非常精妙 显然是高人所为 我越看越吃惊 心想也争亏了老乞丐一眼看出来 否则这些别墅 洞洞一模一样 我都看花眼了 哪有精力去逐一分辨 他们的风水格局 小豆牙嘀嘀咕咕的说 张老既然已经找到姓沈的老窝了 咱们不如立刻召集兄弟 杀进他老巢 直接把他揪出来不就行了 他再厉害 还敢跟咱们丐帮抗衡不成 老乞丐又是一个板栗敲下去 敲得小豆牙 脑袋一缩 揉着头皮 吃汗疼 老乞丐骂了 没脑子 你以为姓沈的 这宅子就这么简单 他做事 一贯小心谨慎 你们看到的 只是他的洋宅风水 却没发现宅子四周 都被布下了大阵 哼 不是我吓唬你们 你们真要走进这间宅子 他们不需要出手 你自己就没法活着出来 小豆牙东张西望 不信道 真这么厉害 我怎么看不出来 老乞丐指着院子里 站岗的保安说 你们看看 这院子里 站岗的保镖 总有十几个 看着崔城气派 不过你仔细看 就会发现 这些保镖 个个身强体壮 十分魁梧 却能被风吹得晃动 这说明什么 小豆牙又举手说 我知道我知道 说明保镖喜欢跳舞 站岗站得无聊了 身体就跟着心里的节奏感 嗨起来了 老乞丐又是一个暴力下去 小豆牙疼得几眉弄眼的 眼泪都快要下了 老乞丐道 小豆牙 你能不能正常点 从现在开始 你不能说话 我盯着随风 缓缓晃动的保镖 心里一沉 说道 我明白了 这些保镖 都是指人 所以 他们连风吹都经受不住 老乞丐点点头 说道 你再看看 这栋大别墅 我一眼看过去 就见四层高的别墅顶上 似乎也在随风 微微晃动 我心里一沉 暗道 难道这房子 也是纸壶的不成 这可就太怪了 老神有钱有势 弄作纸壶的房子做什么 难道真能住人 我十分的想不通 老乞丐道 看出蹊跷来了吧 这事 非常有问题 老沈是个什么人 我很清楚 我们要真找些叫花子 就能闯进他的老窝 那他就不配做老沈了 对这个人 我们一定要十分谨慎 一定不要轻举妄动 我能肯定 院子里的保镖是纸扎人 可这么大一栋别墅 说是纸壶的 我想不通 不管怎么说 房子摆在外面 总要经历风吹日晒雨淋 纸壶的房子 又能撑几天呢 所以啊 那随风缓缓晃动的房子 让我十分疑惑 我问老乞丐说 哎 你看出别墅的问题没有 老乞丐却说 少安勿躁 你一时看见的 并不一定就是真的 咱们也不急在一时 多瞧瞧看看 总会明白的 我点点头 仔细去瞧那栋别墅 就见二楼一间房间里 隐隐有灯光透出来 整栋别墅的其他地方 全是一片黑暗 看起来幽深神秘 我们蹲了一阵 就发现 保镖里啊 不但有站岗的 还有列队巡逻的 我就趴在别墅院墙外的树林里 林子里树木并不茂盛 再加上已经是深秋 树叶掉的差不多了 树枝都是光秃秃的 所以我们趴在林子里 特别小心 整个人都要贴在地面上 生怕那些巡逻的保镖 发现我 虽说我们怀疑 这些保镖根本不是人 只是一堆扎指人 可在这种危险环境 小心使得万年船 总是没错的 又一对保镖 列队经过我们身边 我突然看到 有个保镖 朝我们这边张望 我急忙把头一缩 整张脸全贴在地面上 泥土都快拱进我鼻子眼里了 导致我鼻子狠痒 我按耐不住 仰天打了个喷嚏 紧接着 就听到院子里 有人大喝一声 什么人 我吓得一哆嗦 就听到院子里面 传来嘈杂的脚步声 似乎出来了很多人 别墅里很快亮了许多灯 整栋房子顿时变得灯火辉煌 就有保安举着警棍冲出院子 朝我们这边过来 老乞丐低声道 快撤 我们四个人迅速溜出树林 沿着一条非常隐蔽的小路 猫腰跑了 我边跑边朝后面望 就看到有手电光 措措落落地朝我们这边照 老乞丐拉了我一把 我一下子跌进了枯草丛里 跟着老乞丐小豆子他们 匍匐朝前爬行 此时夜风不小 吹得林子里嗖嗖地乱响 像有无数的东西 在林子里乱跑 所以我们爬行的声音 很快就被风声给遮住了 保镖照来照去 没有任何发现 便转到另一头去了 我们紧张兮兮地 再次翻墙出去 又遇到小区保安巡落 把我们当小偷 撵了一路 我们跌跌撞撞地 跑到停车的地方 跳上车就走了 开出十来里地 才松了口气 总的来说 这次夜房沈家宅的行动 是失败 而且还打草惊蛇 老乞丐闷着一张脸 显然是非常的不高兴